五十岁之后的他们 依然追求完美 再怎么拍也是没有用的 说到完美 还差得很远 跟子女三观不合 我跟谁在一起 别人不能左右我的决定 我是你妈妈 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人生 我是怎么样的人 不顾儿子是我的大乱人 我现在要你做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你自己没有机会读大学 你就不要把遗憾加在我身上 家里有事 你只会哭